Uber公司今天暂停在台湾的载客服务 并且号召司机到交通部抗议陈勤 行政院政务委员唐凤则是认为 Uber并非要退出台湾 期待在不久的未来 他们可以合法台湾这个法院 并且继续营运 对于Uber司机抗议 民进党立委林俊宪同步举行记者会表示 Uber司机似乎是搞错对象了 该抗议的对象应该是Uber公司才对 Uber10号起要在台湾暂时画下休止符 其实走上这一步并非台湾政府不给机会 Uber在台湾的态度非常嚣张 你是不愿意配合台湾的法令 你目前是一个非法的公司 那你应该要尝试跟政府沟通 立委开马都是Uber公司咎由自取 摊开Uber引发的争议 2013年进来台湾之后 就一直和交通部针锋相对 甚至认定自己是资讯服务业 拒绝纳税纳管纳保 对司机来说更缺乏了保障 我们要求Uber合法错了吗 Uber在台湾啊 连最基本的纳税他都不要 那Uber司机你们要抗议的对象 应该是Uber公司 他既不合法也不缴税 连为你们就是Uber司机和乘客提供保险 最基本的他都不愿意 要Uber司机别搞错了抗议对象 政府依法论法 对于负责科技新创的政委唐凤 则认为Uber并非要退出台湾 希望不久的未来 他们可以用合法的方式继续进行下去 我是觉得协商正在进行中 那他所谓破局的意思是 如果Uber说我们以后再也不拜访交通部了 可是事实上不是嘛 是一直都还在继续谈的 Uber司机面临失业走上街头表达抗议 但抗议的表象下倒不如尽快思考 如何解决事法的问题 比较实际 欢迎讯人林志鹏 陈一荣在台北报道